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政府补助这一章 那这一章呢在客观体和主观体当中呢 均曾考察过 所以这一章所涉及到的考点还是比较多的 首先我们来看政府补助概述 那这里我们要掌握的第一个考点 就是政府补助的特征 那政府补助的第一个特征呢 就是它具有无偿性 所以如果政府作为所有者投入的资本 那这就不属于政府补助 那第二个特征呢 就是政府补助 它一定是从政府直接取得资产 所以直接减征免征增加计税抵扣额 以及抵免部分税额 那这都不是从政府直接取得资产吧 所以他们都不属于政府补助 那另外增值税出口退税 它也不属于政府补助 它相当于是把企业之前垫付的增值税又退回来了 所以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 这几种不属于政府补助的情况 那如果是多选题呢 我们要能够给它选出来 那无偿性这里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后面看一道例题 大家就清楚了 对于政府补助的形式呢 主要包括财政拨款 财政贴息 税收返还 无偿化拨 非货币性资产 那如果说政府无偿化拨了一台设备给企业 那我们这个设备按什么金额助让呢 一般我们是按公允价值的 如果公允价值不能确定 我们就按民意金额 也就是人民币一块钱入账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9年的这个单选题 假公交公司为执行政府绿色出行 给予乘公交的乘客 一乘次0.5元的票价优惠 那么假公交公司少收的票款 就由政府来补贴 那18年12月 假公交公司实际收到乘客支付的票款是800万 同时政府呢 补贴给我们200万元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也就是我们正常提供公交服务的话 应该是收到1000万 但是因为执行政府绿色出行给乘客优惠了 所以乘客只支付给我们800万 那么少收的200万由政府来补贴 好 那么大家来判断一下 这200万它属于政府补助吗 很显然不属于 这里受益的是乘客 对不对 我们公交公司正常提供服务 我们应该拿到的是1000万 对吧 所以这里这200万 就属于我们这提到的 和企业销售商品 一共服务等活动密切相关 而且是企业商品对价的组成部分 所以这种情况下 它是不属于政府补助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按照收入准则来处理 也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公交公司 这1000万都应该作为我们当月的收入来处理 对不对 所以这200万不是政府补助 是我正常提供服务的收入 所以他问我们 12月应确认的收入是多少 就是1000万 这道题我们选的是C选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20年的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应该作为政府补助 进行会计处理的是 A 对企业直接减征所得税 这属于政府补助吗 政府补助的一个特征是 直接从政府取得资产 你这个减征所得税 不满足这个特征吧 那么B 政府以出资者的身份 向企业投入资本 那这是不是不具有无偿性呀 那C 企业收到即征即退的增值税 这是属于政府补助的 最后出口退税是我们说的不属于的情形 所以这里属于政府补助的只有C选项 我们主要是根据政府补助的特征来判断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政府补助的分类 我们可以将政府补助分为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么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呢 主要就是用于构建或者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 你比如说我们收到的政府补助是用于购买环保设备的 这就是和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它的受益期限是比较长的 那么与收益相关的呢 主要就是为了补偿已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 它的受益期一般比较短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两类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那这里我们有两种处理方法 分别是总额法和净额法 那这两种处理方法的特点是什么呢 总额法其实就是增加 净额法其实就是充减 增加什么呢 如果采用总额法 我们的政府补助用于日常活动的时候 我们就去增加其他收益 那如果用于非日常活动呢 我们就去增加营业外收入 那净额法下 如果我们是用于日常活动的 我们就去充减相关成本费用 那如果我们是用于非日常活动的 那我们就去充减营业外支出 这就是我们总额法和净额法的处理 好 那这一块说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提示 对同类或类似政府补助业务 我们只能选用一种方法 同时企业对该业务应当一贯的运用该方法 不得随意变更 所以这是一个判断题的考点 好我们来看看下面这道例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企业购置环保设备可以申请补贴以补偿其环保支出 丙企业于18年1月向政府的有关部门 提交了210万元的补助申请 作为对其购置环保设备的补贴 那么18年3月15号 丙企业收到了政府补贴款210万 那么18年4月20号 丙企业购入了不需要安装的环保设备一台 用于生产产品实际的成本是480万元 预计使用寿命是10年 采用年限平均法集体折旧 好不考虑净残值 那么到26年的4月 是不是过去了8年呀 这台设备发生了回损 好那不考虑相关的税费及其他因素 我们来看看两种方法下的处理 在3月15日 我们收到财政拨款的时候 收到那210万的时候 总额法和净额法怎么处理呀 这是和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对不对 所以总额法净额法都一样 收到钱的时候 我们借记银行存款增加210 代方我们记地盐收益210万 这就是我们收到财政拨款时的处理 先记到地盐收益里 先记到地盐收益 那么等到4月20号购入设备的时候呢 我们总额法下借记固定资产480 代方银行存款减少480 这就是它的成本 那净额法也是先记固定资产480 代方银行存款480 但是净额法这还没完 我们做完这个分路之后 马上要再做一个充减资产成本的分路 因为净额法它就是去充减 那这里我们就直接按照这210万 代方充减固定资产210 借方我们再把地盐收益210充掉 所以这个地盐收益你可以理解为 它就是一个过度的科目 收到钱的时候 我们先记地盐收益 然后我们在购入资产的时候 净额法下 我们把地盐收益充掉的同时 代方充减资产的成本 所以你看净额法下 那我们这个资产的成本就变成多少了 480充掉了210 那就是270万 对不对 这就是4月20号的处理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 在取得资产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记题折旧呀 那我们算算 总额法下 我们的成本是480万 能够使用10年 所以一年就是48万 那我一个月呢 除以12 一个月的折旧就是4万 所以我们在记题折旧的时候 借记制造费用 代记累计折旧 金额4万 那我们做完这个分录之后 总额法下 我们的第二个处理是什么呀 就是之前我们记到地盐收益的这个政府补助 在总额法下 我们在资产记题折旧的期间 我们是要分摊地盐收益的 所以分摊多少呢 你看一共210万 除以10年 再除以12个月 所以一个月我们要分摊 1.75万 那分摊的时候 借方冲掉地盐收益1.75 代方呢 你这是用于日常活动 所以总额法下 我们要增加其他收益 1.75万 这就是总额法下 对于政府补助的处理 我先记地盐收益 然后在记题折旧的期间 去分摊地盐收益 同时记录其他收益 而净额法呢 我们这个政府补助 在取得资产的时候 已经处理完了 就是按照你这个政府补助的金额 去充减资产的成本 所以我们最终资产的入账金额是270 所以净额法下 我们在记题折旧的时候 就是按照270万来计算的 除以10年 除以12个月 一个月2.25万 所以借记制造费用2.25 代记累计折旧2.25 所以就这么一个分路 后面也没有分摊地盐收益的处理了 这就是记题折旧时 我们对你的处理 那最后是不是到第8年 这个设备回损了呀 对不对 我们没有使用到10年 到第8年就回损了 那我们就要做处置的处理了 那甭管总额法计额法 我们都是先转清理 对不对 总额法下代方 我们按照原值480充掉固定资产 同时借方充掉累计折旧 这个数怎么算的呢 这不是8年的折旧吗 所以你480除以10 这是一年的再乘以8 8年的折旧384万 然后借贷差 我们寄固定资产清理 金额96万 对不对 这是第一步先转清理 那我们本来那个地盐收益 是按10年分摊的 你到第8年设备回损了 所以地盐收益是不是它还有余额呀 它还剩多少余额呢 你算一算 一共210万 我们本来是按10年分摊 那一年是21万 那么现在过去了8年 是不是相当于分摊了168万呀 那一共21分摊了168 我还剩多少 还剩42万 那剩下这42万的地盐收益怎么办 我们在设备回损的时候 直接给它转固定资产清理 所以借方我们冲掉地盐收益42万 代方我们转固定资产清理42万 这就是我们剩下的这部分地盐收益的处理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算算你固定资产清理的余额呀 借方96 代方42 所以借方余额54万 这就跟我们处置一样 这就是你回损的损失 我们就转到营业外支出的借方 所以最后一个分路 借记营业外支出54 代记固定资产清理54 好总额法说完了 那么净额法呢 我们也是要先转清理的 对不对 冲掉固定资产 这里是270 对不对 它之前那个入账金额 然后我们同时冲掉累计折旧 那你算一下 270除以10年 现在已经过去了8年 所以我们的折旧216 最后借贷差固定资产清理54万 那这里回损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处理 没有对不对 没有什么应收的赔块啊 这些的没了 所以你转清理这块 做完了之后 我们就剩一步了 把你固定资产清理的这个余额 一样转到营业外支出 所以借记营业外支出54万 代记固定资产清理54万 这就是总额法和净额法下 我们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好 那这道立体掌握了 那我觉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大家就掌握了 我们来看看21年这个判断题 企业如果采用的是净额法核算 和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么应当按照扣除政府补助之前的资产的价值 对固定资产计题折旧 对不对呀 你看看我们刚刚这道题 你用净额法你计题折旧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按哪个数算的 是按270算的 270是怎么来的 不就是你480扣除掉210吗 对不对 因为210是要充减资产成本的 所以我们应该是按照扣除掉你的这个政府补助之后的那个金额计算折旧 对不对 所以他说按照之前的那个价值 计题折旧 那就不对了 所以这是我们21年的一个判断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了 那除了和资产相关的 那剩下的就是和收益相关的 那这里我们分为两种情形 第一个 如果我们收到的政府补助 是补偿以后期间的成本费用或损失 那我们怎么处理 收到的时候 我们先走递延收益这个科目 诶 借记银行存款 代替递延收益 对不对 这和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类似 对吧 那等到以后期间我们发生成本费用损失的时候 我们借方 充减 递延收益 代方呢 代方我们就分别按照总额法和净额法来处理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总额法 我们代方呢 增加其他收益或者营业外收入 那如果你净额法呢 我们充减管理费用或者营业外支出 所以补偿以后的我们要先走递延收益这个科目 之后再按照总额法 净额法来处理 那如果我们补偿的是已经发生的呢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走递延收益这个科目了 我们直接在收到政府补助的时候 我们代方按照总额法或者净额法来处理就可以了 明白了吗 所以这里就没有递延收益那个科目了 好 两种情形的处理 大家掌握了之后来看19年这个单选题 甲公司为动脉软件开发企业 其增值税享受寄争寄退政策 这就属于政府补助 那18年12月 甲公司收到当地税务部门寄争寄退方式返还的 18年的增值税税款40万 那我们在收到增值税税款的时候 应该如何处理啊 首先大家要注意增值税寄争寄退 它只能够采用总额法 这个你要知道 那如果你采用的是总额法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判断 这是补偿已发生的 还是以后发生的呢 那既然是寄争寄退 那就是先交了再退回来 这就是补偿已发生的支出 那我们肯定是不走地言收益那个科目的 那我们按照总额法处理就行了 那我们代方寄谁呢 那你要判断它是日常活动 还是非日常活动 那增值税一定是和日常活动相关的 所以我们代方直接增加其他收益就可以了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的是D答案 所以这块有三点要注意 首先既争既退 只能采用总额法 然后我们补偿的是已发生的 所以不走地言收益那个科目 那另外增值税又是和日常活动相关的 所以我们直接增加其他收益 好来看19年的判断题 和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那我们收到的时候直接即当期损益吗 不对 补偿已发生的我们才能直接即当期损益 补偿以后的我们要先进入地言收益 好21年 假公司发生的下列各项交易或事项中 应按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的是 A收到即征即退的增值税退税款20万 这肯定是和收益相关的 对不对 那B收到政府以股东身份 那不就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吗 这都不属于政府补助 C收到政府购买商品支付的货款 这属于政府补助吗 也不属于人家是为你买东西呢 对吧 所以这个也不属于政府补助 那最后D 获得政府无偿化波的 供应价值为9000万的土地雄权 那这是属于政府补助 但是它属于什么呀 我收到资产了 那这是和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所以和收益相关的只有A选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综合性项目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也就是有些情况下啊 我们这个政府补助啊 同时包含了 与资产相关的 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能够区分的 我们分别处理 那如果不能区分的呢 这块是一个判断题的考点 那我们就直接归类为 和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来处理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说的综合性的政府补助 来看这个单选题 甲公司为从事集成电气设计和生产的高科技企业 那是用增值税先征后返的政策 207年3月31日 甲公司收到了政府既征既退的增值税税额300万 这肯定属于政府补助 对不对 那么它属于和收益相关的 207年6月12号 甲公司收到当地财政部门 为支持其购买实验设备 拨付的款项120万 那这是和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是用于买设备的 207年9月26号 甲公司购买了不需要安装的使用设备一台 并投入成本是240万 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及其借款 该设备采用年限平均法具体折旧 预计使用10年 预计没有轻残值 那这里人家告诉我们了 采用总额法核算政府补助 问我们甲公司20某7年 因为政府补助确认的收益是多少 那一个一个来看 先看这个和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哎 既争既退的增举税 我们分析过了 它只能用总额法 而且呢 它补偿的是已发生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我们这里是不是 直接代方按照总额法来处理就行了 对吧 你又属于日常活动 我们代方直接去增加 其他收益300万就行了 所以这里我们就增加了 其他收益300万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 和资产相关的这个政府补助啊 那对于这个政府补助 我们在收到的时候 是不是先寄到地元收益啊 然后在我们 计题折旧的期间 我们再去分摊地元收益 没问题吧 那人家什么时候计题折旧呀 9月26号买回来的 那就是下月计题折旧 所以他当年是不是计题了三个月的折旧呀 那我们就分摊三个月的地元收益 算120万 按照他的使用年限 十年去分摊 那我当年是三个月 乘以十二分之三 所以这三个月我们分摊了三万 那因为是总额法 那你这又是和日常活动相关的 所以这三万我们在分摊的时候 代方是不是增加其他收益呀 所以这是三万 这是三百万 所以我们的其他收益一共增加了303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的是A答案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 政府补助退回时的会计处理 这块你知道一下原则就可以了 如果你一开始是进额法 我们充减过资产的 那么我们在退回的时候 肯定要调整资产的账面 那退回的时候 如果地元收益有余额的 我们要充掉它的余额 超出部分及当期损益 那属于其他情况的 我们直接计当期损益 好这块注意一下原则就可以了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21年刚刚考过的这道计算分析题 21年6月 假公司发生的与政府补贴相关的交易 事项如下 好假设假公司对政府补助 是采用总额法进行会计处理的 不考虑增值税所得税及其他因素 看资料1 21年6月10号 假公司收到 即征即退的增值税税款20万 存入银行 来 让我们判断 你这个是不是属于政府补助 这我们都做了很多遍了 属于 然后编制收到的分路 那收到的时候 借方银行存款20万 贷方呢 需要走地元收益吗 不需要 你补偿的是已发生的 那这里只能用总额法 那他又和日常活动相关 所以贷方直接增加其他收益 对不对 这就是第一题 再看资料2 21年6月15号 假公司与某市科技局签订了科技研发项目合同书 该科技研发项目总预算是800万 其中假公司自筹500万 是科技局资助了300万 是科技局资助的这300万呢 它是用于补贴研发设备的购买 所以这是合余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对不对 那么21年的6月20号 我们就收到了这300万的补贴资金 款项存入银行 6月25日 假公司以银行存款400万 购入了研发设备 并立即投入使用 那让我们判断 你收到的这300万 属不属于政府补助 属于 而且是和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我们在收到补贴款的时候怎么处理啊 和资产相关的 你这里是总额法 我们收到的时候 是不是借记银行存款300代方先计 递严收益300呀 对不对 那么在我们后期计题折旧的期间 我们再去分摊递严收益 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题 编制6月25日购入设备的分路 那你购入设备的成本400万 所以借记固定资产400 代记银行存款减少400 这个特别简单对吧 那看资料3 6月30号贾公司作为政府推广使用A产品的中标企业 以90万的中标价 将一批生产成本是95万的A产品出售给消费者 那我这A企业不亏了吗 成本95万 我怎么卖90万呀 因为政府鼓励去使用这个产品 推广使用 所以我们给消费者的价格就是比较优惠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市场价应该是100万 所以还差的那10万怎么办 政府补贴给我们 对不对 人家说当天A商品的控制权转移了 满足收入的确认条件 那6月30号我们收到了政府的补贴资金10万 存入银行 那也就是我们一共收到了100万 那么消费者这里呢 给了我们90万 政府补贴给了我们10万 这是不是类似于我们前面做的那个公交公司的那道立体啊 所以大家想想 这10万政府补贴的资金属于政府补助吗 不属于 为什么呀 受益的是消费者呀 对不对 这10万是和我们的日常活动你销售A产品的日常活动相关的 而且构成我们对价的一部分 也就是我们正常销售A产品应该是拿到100万的 所以这10万是属于100万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最终是不是应该按照100万确认收入呀 那其中90万是消费者给我们的 10万是政府补贴给我们的 所以它不属于政府补助 那我们在收到钱的时候呢 哎 这10万我们直接确认收入就行了 对不对 你那90万肯定要确认收入 这10万也是我们收入的一部分 所以阶级银行存款10万 代方呢 你可别走什么递言收益了啊 这个我们就直接确认为收入 因为它是我们对价的组成部分 它是我们的100万当中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在收到10万的时候 也是确认为收入的 好 这就是我们21年的这道计算分析题 所以政府补助这一张呢 本身是一个小张 它和其他张节的关联度也不大 所以今年其实出现在主观体的概率 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 但是客观体一定会涉及到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这一张它的考点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大家要把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些内容呢 所涉及到的这些考点 你课下再认真的看一看 好 那我们这一张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